好 继续来看的这个画面是鸿海集团今年非常不一样的尾牙 跟以往请大牌艺人表演 吃吃喝喝来相比是很不一样的 鸿海今年特别选择了走温馨的慈善路线 今天在台北花博的大家园区举办了慈善的嘉年华会 而鸿海总裁郭台铭还带着妈妈跟七小一起做公益 还亦有所指的表示说 爱是不分彼此 不分贵贱 在分享爱的同时也要顾及到对方的尊严 黄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全家出动 包括郭老太太 妻子曾欣盈 女儿和刚出生的小儿子同台露面 郭台铭希望能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给其他人 而且不管帮助任何弱势团体都要顾及到尊严 爱是不分平坚 只要大家都能够彼此包容 彼此学习 每个人他都有他的尊严 我们希望能够让把爱的分享的同时 也能够保持所有被接受的尊严 鸿海今年首度打破尾牙 杂重惊奇艺人表演和吃大餐的惯例 一整天在花博大家园区举办慈善嘉年华活动 很好啊 就是这样的活动可以帮助很多不同的人 其实看很多朋友来这边 我们觉得很高兴 你就可以帮忙他们 员工抽奖是鸿海尾牙每年的重头戏 今天如往常一样进行 股票抽奖市值上开5亿 鸿海集团不让大陆富商成光标专美于钱 今年大幅提高对慈善团体的捐赠金额 除了原先敲地的500台轮椅和1万张花博门票 给弱势团体外 还额外捐出1320个奖项和100辆富康小巴 捐赠金额一举由之前预估的上千万元 标破10倍来到3亿元 那当然我是希望所有慈善团体能够分享到 不止今年的尾牙 鸿海也推出鸿海有机农场和一日志工活动 用参与的方式协助弱势团体 希望以身作则 让全台湾做善事的人越来越多 记者陈晓清 庄志诚 台北报道